邀请第一位女嘉宾 哈喽 大家好 我叫余东妍 我来自厦门 从小到大呢 爸爸妈妈给了我很好的条件 他们把我保护得很好 让我看到这个社会很美好的一路 觉得自己真的很幸福 我观点现在女嘉宾都喜欢带着亲友团来到现场 至于是你的姐姐还是妹妹 这是我的妈妈 妈妈 那今天妈妈陪着孟阳来现场的话 你对她就是选择另一半 对这个男生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她自己喜欢 这是最重要的 还有呢 这男生要有一定的思想 有思想也内涵 私底下她是一个属于 比较阳光 比较开纳 比较上进的孩子 有请女嘉宾 哈喽 大家好 我叫余孟严 三岁开始学钢琴 七岁开始学古针 我现在就读于上海四季学院古针专业 我是一名青年古针演奏家 我今天 带来一支很特别的礼物哦 快点展现吧 这是一位 我是一位 我现在是一个阻止的 我现在是一个阻止的 我们是一位阻止的 以为你和我们的阻止的 我们是一位阻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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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位阻止的 我们是一个阻止的 我也让你 这是演奏级别的曲子 对呀 放那个乐器的时候 就有人率先先转过来了 当你一弹起来的时候 又转回去了 为什么 然后谈完之后 他又转回来了 四号 你是目睹了整个的过程 是吧 对呀 那请问刚刚那个 我说那个人是谁啊 杭哥 那你按照四号 你冰雪聪明的脑袋 想一想 杭老师为什么会突然间就是 他想就是不看画面 然后就静静的听 对因为开始的时候 你不是说 没有人转身的话 就不谈了吗 不会呀 你们不想听 那我还是要入节目的吗 还是得谈呀 剩下没有转身的男生 想听听你关于爱情的 可以 不可以 我酒量很好 我可以在 你被灌酒的时候 然后我可以帮你挡酒 但是你不可以 就是明明已经喝的不行了 就是已经喝不下去了 还往死里喝 就是 你总是要死撑着 你平常可以帮男友挡酒 对 不相信的话 那我现场就可以马上喝下一杯 哇 你 现场看来是真的 因为你这么一说编脑都准备了 有三杯 我找两个人给我喜欢 你想找另外哪两位呢 五号 然后 吴大伟 我找一个人跟我一 分一杯 那你要跟谁一起分 陈希 陈希 好 看来四号很会喝 我喝到你们随意好了 哇 豪气甘雨 不是有人说要分享的吗 请问一下 十二号 你为什么最终没有分享的原因是什么 那个是可乐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的 我真的以为是 我知道 但是你想我们的节目怎么可以拿三杯酒上来 就大家咕嘟咕嘟这样 但我不会的 所以我们准备的是可乐 再看出来这里边最有量的就是四号 是吧 结果可惜他没喝到 对啊 我只能说那这样 吴大伟你欠我一箱可乐 哈哈 那吴老板可以送他一十箱可乐吗 一箱可乐加一箱 吴大伟你 那谢谢 那接下来 请问我们心动和不心动 下先两步 首先选择的是心动 那我的世界 接下来是不心动 这可以先不选吗 可以 听说 今天你妈妈在现场 对妈妈来了 妈妈 真的请来一下吧 妈咪 这是妈妈呀 好年轻啊 大家好 你知道妈妈心底有喜欢几号吗 知道 来 直接这边说 哪几号 五号 妈妈喜欢五号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她很乖吗 请问等一下 请问一下女儿说的是真的吗 应该来说是吧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阿姨好 哦 姐姐好 这是什么 你必须要叫我阿姨 你叫姐姐就不对了 接下来我们的本篇 来了解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从三岁开始学钢琴 七岁开始学古真 十九岁的时候开了个人演奏会 我现在就作为上海戏剧学院古真专业 我是一名小小青年演奏家 我叫余孟岩 钢琴和古真呢 用掉了我生命四分之一的时间去学习 但是你以为我只会古真和钢琴吗 我还会这样子做 我还会小青青 还会柳青 在我看来 爱情的品茶是有相似之处的 茶之有道 在其精细 在其悠然 在其从凉 爱情之道在于 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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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的人呢 他要有思想 有深度 然后对感情要有温度 那一定不要是音乐圈的 这样他对我就不会有崇拜感了 你会是那个他吗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通过测关键信息 来了解一下他 A 上海戏剧学院学生 开过个人音乐会 青年演奏家一枚 B 腾经为了学好古真 成为空中飞人 最大的缺点 是像乌龟 你说你像乌龟是因为你学习比较慢 还是 以前因为我就是上初中的时候 然后我就给我同学打电话 喂 你们最喜欢的吗 他说 哎呦 早就写完了 我现在睡觉了 然后我就边写边哭 这是你小时候吗 我刚刚就看到这幅画 我觉得真是别人不是想笑 是啊 所以这个人跟你无关是吧 对 这个跟你有关 这个是我小时候 这个造型应该是 这个就是混珠哥哥的时候吗 我知道啊 我只是在想 哪一个造型是你自己最喜欢的 那个是黛玉藏花 对吧 对的 好 第二个那个是谁啊 那是我一岁的时候 哦 好的 那看来这是妈妈心中的梦想 把你打造成不同的形象 是 我觉得你性格特别好 然后前面 因为我比较早就转过来 看你谈古真的时候 我觉得你很有那个意境 你的整个表情 还有你的动作和那个境界吧 就完全 没错 因为我是专业的嘛 当然跟业余的人是不一样的 对 那你你个人音乐会是 多大的规模就是 就是差不多400个人 特别配合这种人 就是多才多艺的这种 又会这个又会那个 谢谢 希望你以后会开更大的演唱会 有机会我一定会去看你的演唱会 真的吗 我今年 我8月4号还会再开一次 是8月4音乐会吗 对 8月4号是我母亲生日 能给我两张票吗 可以没问题 那个我把我妹妹和我妈带过去看 那我给你四张票吧 四张 你不是说把你妈妈和妹妹带过去吗 对啊 可是只有三张 三张 不好意思 我不是很懂 我不是很懂 学校库古增跟做空中飞人有什么关系 因为那时候 主要老师就是要上课嘛 然后我就 就那个星期天早上 就是第一班飞机 然后飞到上海 然后 然后就是到晚上 最后一班飞机再飞回来 就是要只能这样揭示 因为我的老师就是在就上海音乐学院 那这样我们再了解一下关于他的情感部分 C 只谈过一次恋爱 初恋教会了自己 爱情不是偶像剧 感情要现实才可能稳定 你认为互补型的感情更能持久 所以希望可以找一个理工男或金融男 而不想找懂音乐的男生 我先说我挂了 我专业学音乐的 真的吗 你学什么的 我是学理论作曲 还有通俗演唱 双专业的 好吧 四号你没注意你的主题歌很悲催现在 我 就是从上一场 就是从你小时候就是发育不良 哪有发育不良 修电视机 是我理解错了 就是修电视机 然后就主题歌就变得这么 你认为什么样的男生 跟你是属于互补型的 虽然我可能音乐很厉害 但是我可能其他方面 可能脑子不是那么好 然后我希望就是找一个能够 就是多照顾我一点的吧 那我也会照顾他的 初恋教会了 你许多东西能大概说几段故事 我们在一起两年多 他刚开始 真的是对我挺好的 可是因为就是 因为我在上海 他在厦门 然后 就是他可能认识了一些 就是本来开始 就是比较爱玩了嘛 然后后面他就左右摇摆不定 然后我就 我就转身就走了 感情要现实才能稳定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感情 就是你觉得会现实的 就是要像现实生活中啊 不可能就是什么事情都做到像 像电视剧这么完美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你出去玩现在会不会跟 就是男生的朋友 但不是男朋友 男生朋友出去玩 这样子都OK吗 我现在其实也没有认识什么男生朋友 因为我平时就上课上课上课 然后回家好了 妈妈来接我 你下课了吗 要下课了 然后我在学校门口等你 你快点出来 我就出来走了 妈妈你知道吗 下课 然后你要问女的说 有没有约朋友出去玩 没有 没有 现在赶快打电话 快出去玩 现在还好 以前更夸张 我爸真的是太夸张了 我来再唱一句吗 他怎么样 爸爸怎么样 你要说 你要说吗 你要辩解什么吗 妈妈 要辩解两个字 你知道吗 我真的太夸张 就以前就是初中的时候 我要出去吃饭 然后我爸说 你跟他出去吃 就我要把名字 什么都要跟你跟他讲好了 然后好不容易 我爸其实不是很愿意的 然后我才刚到那边 我爸打电话 你在吃饭没 我说 我说我才刚到 我们才刚到 他说怎么那么久还没吃饭 我们都已经快吃完了 然后 我想跟妈妈讲一句实话 你知道吗 我在他身上看到 就是双面楞 就是我看到他很纯真 很纯 我真的很少看到 这么纯真的女孩子 你知道吗 但我要强调 女孩子 不是女人 赵老师的意思 其实我相信你都懂 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的感觉就是 它就是一朵非常美丽的 开在温室里的花朵 这样一朵温室里的花朵 我们应该怎样 让它经历一些风雨 接下来你可能就是会经历 没有温室 没有顶棚的 那样的一个过程 对 俩丽的思维问答时间 哈喽 哈喽 我知道你会弹钢琴 嗯 而且弹得很棒 可是没有李莉安 可以当我8月4号的嘉宾吗 你可以把谱给我 然后我在家里 你什么形状 金牛 你呢 我说出来你应该会不喜欢双子 我知道啦 什么样的男生是你比较喜欢的类型 就是时间到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不是说特别某种类型 可能但是是相处的时候 可能对到眼的话来点就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很不错 你想象中的我是什么样的 乖 那你会喜欢我当女朋友吗 你很不错 但是我们就是我觉得可以 朋友感谢 时间到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就要进入男生的最终选择了 到底对于这个可爱的花朵 你们有怎样的感受呢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请选择 刚刚在这个瞬间 我又看了一下旁边的 像姐姐一样的妈妈 嗯 你有说点什么吗 我想说对孟严说 其实是一种锻炼 嗯 到这个舞台 给自己展示自己 自己做到完成了 努力了就行了 我这时候看到孟严看妈妈的眼神 是有那种小女儿 刚刚的那种柔弱出来了 亲爱的你现在还可以像其中的一位告白 你还想吗 想 他的号码是 5号 5号 我想先送给你个东西 我把刚才那首没有弹完的曲子我把弹完 那个因为我知道你会弹钢琴吗 然后就这首曲子就是 风桥叶博就是钢琴和鼓震协奏曲 然后我现在把它弹完 到时候我把谱子发给你 可以帮我伴奏吗 我把谱子发给你 你认真弹琴的时候非常有魅力 那你喜欢吗 非常喜欢 真的吗 觉得其实 你上台之后 我有亮了一下 因为来这节目没有多长时间 然后 感觉你好像跟其他女生有不一样的东西在 你给我感觉很真实 那 那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我一直有在外问关于你的事情 他们都告诉我 他们都告诉我说你很棒很优秀 讲了很多要说的话 但是一下子看到你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你可以偷偷告诉我 首先 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棒的妈妈 跟我妈妈一样 然后 然后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妈妈把你培养得非常非常的优秀 谢谢 没有啦 就我觉得真的非常大的一个女生 然后 因为我现在还在就是奋斗中我的事业 然后其实我真的是 非常希望那个 就是我的女朋友能够帮到我 我可以帮到你 据我所知 你现在是学生 我马上毕业了 我先告诉你 哎呦我的天哪 聊成这样的你们牵手吧 啊 啊 那那你就牵手吗 我来来来 然后我再说一句话 我再说一句话 我再说一句话 你要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啊 对不起 要不要反对终于 他们坐好不好 两个坐下慢慢聊 终于我忍不住上来了 没有 就是 不可以再讲了 现在要做决定了 我说了两遍 你愿意跟我走吗 我说了两遍 你愿意跟我走吗 喜欢我吗 我很愿意说 在你八月下我做伴奏 但是我觉得 现在我可能 不能跟你去 走 我觉得你真实的一面 可能没有足够时间展示给我听听 我会八月四号 纯实出现在你的 演奏位上面 对不起 这样这样好了 你直接送他离场 来再次用讲一下来欢迎送末言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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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没有真的没有把它真实的一面 没有足够时间展现 对因为我们这舞台时间有限嘛 但你们有时间啊 你们不是还有相约在八月几号 八月四号 八月四号了 对 所以继续多了解吧 好谢谢金仪姐 谢谢 二美告白 为爱转身 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石雨晨 我是一名编剧 朋友都说 我是一个文艺女青年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平时的我 穿着打扮 以轻松休闲为主 主要是以白衬衫 还有再裤 也不怎么化妆 今天的我 特地为了心动男生 想尝试化妆 看艳蜜衣服的样子 平时的我比较累脸 不太善于用口头语言 表达自己的内心 但是对于爱情 不有一颗细腻而敏感的心 不需要你每天 说一句我爱你 有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说 我也能感觉得到 前世的一百次回眸 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 我已经换好了水晶鞋 等待午夜十二点的南瓜车 你会为我转身吗 有请你嘉宾 Hello 大家好 我叫石雨晨 今年二十二岁 现在是一名在北京 就读于舞台局创作的学生 我可以在你疲惫回家的时候 给你弹一首肖邦的夜曲 但是你不可以不允许我 夜晚的时候和朋友 一人拎着一瓶啤酒 然后去街上闲逛什么的 我可以陪你尝去看话剧 但是你不可以在看话剧的时候 睡着甚至打呼 黄老师也是比较喜欢话剧吗 有的时候想过去看 因为酒吧附近 互动里面有好多的演话剧的 我今天带了一首 我一个月前自己写的一首诗 它现在是没有题目的 希望能有人给我给它 加上一个题目 在下雨的时候 写封信给你 开头要潜词造句 结尾要马马虎虎 在最后要数上匿名 你读到它的时候 会依然笑着吗 你会把它放在抽屉最里边吗 你会笑我浅薄吗 还是会不屑一顾呢 冬天的时候 你戴着灰色的围巾 从大雾里走来 刻下灰色的脸 夏天的时候 你穿着白色的衬衣 从阳光里走来 也很金色的诗意 秋天落叶满地 春天芳草迷离 你一直笑着 就像从未老去 让时间停一停 让我看清你 你想让哪几个来 给你这首诗 起一个名字 那就现在转生的分位 好 那五号 我不知道怎么找一个 比较合适的词 去套在你那个 你的诗里面 我觉得太漂亮了 六号 凝聚的时间 就是有关的一些词语吧 但是毕竟是你自己写的诗嘛 我没有权利给你下起名字 我还挺喜欢 就是凝聚的时间 这个概念的东西 七号 遇见与邂逅之间的 某一些关系吧 一个很像论文题目的诗歌谜 那现在请没有转身的转过来 那现在要打开面具呢 三 二 一 好了接下来呢 就要到了选择心动男生的时候了 上前两步 首先选择的是心动 接下来是不心动 来接下来我们的短片来了解一下雨晨 大家好 我是石雨晨 今年22岁 我现在是一名学习舞台剧创作的学生 我觉得戏如人生 每个人都是自己这出戏的编剧 我11岁就写过一个中篇小说 我常常写着别人的故事 让别人替我在舞台上演出着这一幕幕的悲欢离合 我常常会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店 一座就是一个下午 看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们 看到身边的朋友开始谈恋爱 结婚 却发现自己只擅长书写别人的爱情 却不知道自己的爱情藏在哪里 我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我出生在四川简阳 我的母亲是民中学校师 在我九岁的时候 父母就因为长期毅力的关系分开了 母亲独自照顾我长大 是母亲的坚强和隐忍造就了今天的我 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母亲能尽快打开她的心锁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未来的日子里 希望有个人能读懂我的一切 当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会第一时间来到我的身边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 在我上方最美好的时光里 遇见她 好文艺啊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文艺范儿的女生 她的四个关键的信息点 A 学习戏剧文学 现在是一名编剧 11岁写了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 自己是全家唯一的文科生 父母的离异让自己变得很早熟 B 人格分裂 白天以最开心的一面世人 一到夜晚就开始悲观主义 C 有过一段四年 相隔2042公里的远距离恋爱 分手后觉得并没有 自己想象的那么爱对方 只是被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动 D 不想做妈妈型女友 认为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向往一段不会离婚的爱情 喜欢有神秘感 喜欢的那个男生 和自己的最小距离是200米 200米 请问是什么意思 嗨吧 现在也是可能200米 是最小的距离是200米 暂时的空间距离 至少要有200米的意思吗 差不多200米 我明白了 就是你是 你明白了 6号 愿闻其想 你需要通过你的感受 去建立你的第一个感觉 所以你觉得有些东西距离近的时候 会不会很多现实的东西 不是吗 就是你需要一定的空间和自由 也不是吗 非常实的 非常实的 就是一个200米的 15位没有一个知道 因为200米其实也是蛮长的一段距离 200米到底有多长啊 这边说这里有10米 所以200米就是有20个这么长 20个这个舞台 懂了 所以其实很远了 那很远 很远 20个这么长 其实就是你想 你连那个二楼都看不清 所以你说你这个200米 对吧 你说这个 我觉得她的强调是这种感觉 比方说可能昨天 比方说我暗恋她 可能我昨天坐车经过 然后曾经经过 她最小距离是200米 然后又开走了 所以 最小的距离 肯定是啊 就这个意思 你懂了 你懂了 你读懂了 所以夏老师 我觉得你完全有资格 坐到上面去 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 大家有没有想期待夏老师 哪天成为男嘉宾 16号吗 我告诉你 小猫 我初中的时候 曾经暗恋跟女孩子邻居 她每次经过 所以我曾经跟她 最近的距离 两公尺 因为擦身而过 好 好吧 所以她懂 对 她也曾经拥有悲催的爱情 我也都不知道 谁曾经跟你有200米的距离 接下来 会透露她200米的 那个距离的天机吗 13号 我想问 你刚影片说 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编剧 那我想知道 到目前为止 你对你人生 有什么样的编剧 就是我还是想是 留在北京做一名 就从 还是从事文字创作工作 白天开心一面 世人 晚上是悲观 是音乐关于你 因为到晚上是比较安静 都需要创作的时间 有吧 我觉得这个是潜意识的吧 你悲观起来会怎么样呢 悲观起来就是不太爱说话 然后会自己在博客 或者是手写一些东西吧 所以你的思想 又会开始比较负面吗 负面 就是比较低落 但不至于太负面 请问一下 你悲观的具体时刻 是晚上九点以后 那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了 现在 现在这灯光打得比较像外科 你是编喜剧比较多 还是悲剧比较多 喜剧的外科 悲剧的本质 这么有深度 有没有什么 就是你编过的电视剧 或者是电影 这个还没有 哦 还没有 从以前到现在 都在写编剧小说 但一定会遇到说 卡住说故事写不下去 你会怎么去找灵感 或这压力怎么去发泄 和朋友拎着啤酒去街上逛 所以说你的酒量 是可以倒几瓶 这个不知道 一般克制在喝醉以内 你未来有做过什么感动的事情 在他生日的时候 把他的一个专属的一个logo 做成了亲手做成一个蛋糕 给他送去 很棒 在以前是远距离恋爱中 你受伤了 所以你现在不能再接受远距离恋爱 对吗 我还是相亲爱心 但是我觉得远距离恋爱的话 他的问题是 不是说不爱 不是说精神上不爱 而是可能我在我 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没有陪在我身边 在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我没有陪在你身边 它会造成一些隔阂 长距离恋爱 那你们是多有见义面 是这样的 当时他是在四川的内里 里边读大学 就四川内部读大学 那个时候已经是异地了 有三年在异地 但是距离比较短 所以没事 后来是我来北京上学之后 有2042公里 然后你是分手之后 才知道说 你是也没有那么爱他 两个人都被过往的这种习惯啊 一些生活方式的相同 然后牵绊着 所依赖着 然后后来发现说 分开之后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不能够接受 其实也没那么依赖 了解 其实你 我刚被对着你 听你说话的时候 从你的声音里面 就能感觉到挺好的吧 然后穿衣服也挺好的 挺真实的一个女孩子 谢谢杭老师 我问你你最喜欢觉得对你影响最大的几部电影 就是说当你看完这几部电影之后 你整个人都在放空的状态 四到五部电影吧 海上钢琴师 踩火车 天使来美丽 后来十次的爱情 天长电影院 其实吧 我觉得你呢 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是活在自我感受当中 你希望你感受到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能带给你创作的一种灵感 包括爱情 只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你 你刚才跳的那几部电影 你是很追求心灵自由的那样的女孩子 所以一切的生活方式都是追求自我的感受 所以不希望有一些爱情去束缚到彼此的自由 然后你创作的东西呢 也是觉得很悲痛的东西是最有力量的 才会去唤醒人内心的东西 啊 讲完了 看你笑的那个样子 觉得他好像说 完全受众你的 听众的 你说父母离异 让你变得很早熟 因为我小时候父母也离异 但是我却没有早 一点都没早熟 那想问一下 为什么让你变得早熟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当时我爸妈 是我九岁的时候 九岁生日那天离婚的 所以当时其实挺戏剧性的 是那天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爸妈的结婚纪念日 应该是我生日那天 所以当时我九岁的时候 我就以为 就觉得应该是他们 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还给他们去买了礼物 结果后来回家 我爸也不在 然后我妈就从那个柜子里 她有一个柜子 是从来不打开给我看的 就拿了一个绿色的本给我 就说 就跟我说 她跟我爸爸离婚了 然后我妈妈是一个 看起来很好强的人 然后她在朋友们面前 当时她说过一句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话 她说她以后要单枪皮骂 闯天下 然后 包括我之后也看过 偷看我妈的日记 就发现她写了一本离婚日记 但可能第二次看的时候 可能她已经发现我在看了 她就用线把它给摘起来 然后我觉得我其实 有继承到我妈妈那种 好强的性格 我也希望就是能够去保护她 接下来进入你的私密问答 我不知道她在 这次选择当中 会透露她200米的 那个距离的天积 就是我想问一下 包括很多人叫你 我也叫你杭老师 然后你对这个怎么看 自我嘲笑的一种方式吧 算是给自己起的歪号吧 然后就是 为什么要在画图上把手链 因为没地方放 其实我觉得 我希望摄像头会拍到 请问 为什么要在 快快快 然后就是 对 然后就这样 你离开非常晚 非常长一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你在干什么 在做我自己的工作室 还有去 去跟朋友拍了一些小的电影 然后再筹划 下一步的计划 上次为什么没有选 你选 因为不喜欢 那你喜欢的女生 是什么样的 时间到 她喜欢女生的穿着风格 跟你蛮像的 因为她之前已经表达过了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请选择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她是一个特别聪明 有自己内心感受的女生 所以刚刚在那一刻 我试图在感受你 那一刻内心到底在想什么 我只想问 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女生 但是说真的 她们的答案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但我想听听 雨晨 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会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差不多就会有一个最坏的打算吗 200米 还想把它变成现在的三米吗 想哦 那到底那个200米 是几号啊 6号 我一直以为 李真寒会对我转身 后来他没有转身 我自己还是挺失落 我觉得还是想要 把我们之间200米的距离 做得是三米的距离 其实这个200米 就是我们学校到你们店的距离 就是有预料嘛 今天可能会失败 所以也准备了一个礼物 就是因为你的名字里边有航嘛 我准备了一片大海 就自己别了一些小耻尘放在里边 虽然他们有的已经翻掉了 爱我 被你陌生 也许会笑着哭 但那人是你 所以不怕哭 还有其实那首诗 最开始念的那首诗 也是写给你的 然后 也写到这里边 然后当时就想 要是你同意的话 你就把它放在里边 只是你刚刚没有转过身的 太困了 有点眼花 你一定是飞升 在我心中留下心可望 你同时点亮了星辰 哎呀 小叔 可能灯光太暗了 灯光很好看 然后有有有音乐 然后 人都会很很冲动 有的时候 你有问题想问我吗 就有以为你会转身 但是就是想问我 为什么没有转身 其实你 你弄 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 你不应该问我这样的问题 懂吗 我非常的喜欢水 因为我觉得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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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还有还有 就是 就是本来还给你准备了一本书 因为它里边有 最后是我特别憧憬的爱情 就是它叫霍乱时期的爱情 它最后的台词就是 船长问男数觉 见鬼 那你认为我们这样来来回回 究竟走到什么时候 然后后边最后是 在53年7个月 临时一天以来的日日夜夜 弗洛伦蒂罗阿里萨 一直都准备好了答案 一生一世 今天没有成功 但还是送给你 希望能找到那种 一生一世 谢谢 谢谢 这缸船怎么办 两干待会儿 unanimously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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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可爱的宇辰 带着你的航船 离开我们非常完美的舞台 谢谢宇辰 我准备了一片大海 你我默默感应 买了不论天长或地久 当时就是非常的感动 想到自己也当那个 纸缸里面的小酸一样 因为我也特别喜欢水 因为当时在加上 他给我的感觉 所有的一切 就让我特别的感动 用语言无法形容 第十只小船 是希望他能够 放进我 给他主持的那片大海里 告白失败了 但是我还是决定 收起我的船 放回我自己的海洋里 聪明 灵动的女生 总是会给人 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完美告白 不爱转身 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呃 哎 这边的女生 你是 你是举手吗 怎么怎么 你有什么事吗 呃那个 不少男嘉宾他今天过生日 啊 呃 亨熙今天是你生日吗 这也不是是当天 对今天是我生日 嗯 所以所以所以呢 你想放他一个小蛋糕 然后放到生日快乐 你先告诉我 你的名字好不好 你的名字叫什么 嘉嘉 嘉嘉 所以嘉嘉 你今天到现场来 就专门给四豪来过生日的 对啊 这样好了 那我们全场都来帮他过生日 以你为代表 不小心哦 哇 两个蛋糕啊 来来来 我这个不是送给四号的 那这个是送给 他曾经送给一个女生 一个纸杯蛋糕 他说他从此以后再也不会 做蛋糕给女生了 嗯 12号 吴大尾 你们不是同一天生日吧 他不是生日 我想送个蛋糕给他 虽然不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但是 是我买的 了解 啊 这个蛋糕它可能有点变形了 因为我提着它一路奔波 到处跑 哇哦 哎 上面写什么啊 嗯 不能给特写 为什么不能给特写啊 这是手机号 这是谁的手机号啊 我自己的 哈哈 来 那我要给一个特写 来来来 不能给特写啊 那我挡挡一下就好了 好 我好可爱 下面的字可以看 上面呢 是他的手机号 下面的字是 来 你自己说好了 呃 我叫丢丢丢丢丢 喜欢吴大尾 哇 在这里我要消灭一下 我不是表白 我只是像一个妹妹 喜欢哥哥 要喜欢他 那这样好了 你可以带我下去好了 这个舞台要留给真正今天的寿星 你也在身边想着你的嘴 这上面也写了几个字哈 这是我的微博的名字 Rubber 然后纠结西 生日快乐 谢谢 我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今天 我今天过生日就是 可能 虽然台下的兄弟 也只有两个人 他们知道 我没有想提这个的 我没想到他这么有心 让我们全场一起来说 圆程兮 你是快吃的吗 你很想哭的 我不哭的 是 我感觉到了 因为 除了18岁那一年我从来都不过生日之前也没过过后来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小艺老师你放了我吧见我生日 不过生日是因为有一句话 就是每个人的生日都是母难日 然后 大家应该也知道我是我妈妈一个人呆大的 所以我每年的生日其实我妈都不在旁边 然后我每年的生日我会在学校里面宿舍里面 或者是在外面打工 就是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我觉得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会跟我妈打电话 我会给我妈买东西 然后我自己不想要过 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 妈妈会看不到我们节目吗 我妈会看吧 所以可以对妈妈说点什么 我妈到现在都还在工作 然后 其实我妈妈的工作很普通 我妈妈是个保姆 直到现在我妈还是一个保姆 因为我刚刚要毕业 然后要出来打拼 到现在就是我只能保证 我不想我妈要钱 我只能保证我每一次回家 我可以 给我妈买一些东西回去 我可以 让我妈不要那么辛苦 妈 不对 二姐 感谢你 养你这个不生气的儿子 20年 到今天是23年 我 我知道 你很多苦都不愿意跟我说 但是儿子都知道 儿子以来不听话 我以前不懂事 然后惹你生气 生气了你会打我 打完我你会哭 再给儿子一点时间 你别工作了 我来服侍你 可以收心的作严 小心 你 睡 我 都不愿意 美 你 我 是谁 是 刚刚佳佳太紧张 所以我把她手机拿过来握着她的手 但是我不小心发现了 她的手机的金包的画面就是 蛋糕上面的这个牌子 我的名字还有生日快乐 这样吧 这家这样做人不好 咱俩喝下去 哇 佳佳看镜头笑 哇 她刚刚造完项她还跟我说谢谢你 是我应该谢谢你 我觉得其实非常完美 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爱的方式很温很温准 下次又想去鼓励佳佳好不好 谢谢 谢谢 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跆拳道以外 我也是很小女人的 我喜欢各种耐萌 我希望我未来的另外一半 他和我有很多共同的兴趣 像是冲浪啊 或是户外运动啊 或是喜欢小朋友 至少要满足两项 逼不高清我是不敢了 我希望用我温柔老师的一面 来打动台上的男嘉宾 他有一点特别 说他会在后面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杀杀杀 哇 刚刚大家听到的是 跆拳道老师状态的英婉琪 那我现在要把衣服脱掉 展现另外一面的我 所以赶快转身吧 请问是你们都听到 他说把衣服脱掉 所以都转了吗 想清楚把外面的那件衣服脱掉 不是把衣服都脱掉 我是英婉琪 我来自台湾台北 老家在山东大雨 我有甜美的外表 然后火辣的身材 以及敏捷的身手 那我是跆拳道黑带三段 我可以保护你 捍卫我们的家庭 我的爱情宣言是 让以前的男人遗憾 让以后的男人稀罕 漂亮 因为我是学台湾道的 那现在不只是 女生要保护自己 我觉得帅哥也需要被保护 所以教你们一些防身技巧 只要不是打他们就好了 不会不会 那你想教谁呢 3号 9号 11号 因为11号跳舞非常棒 3号之前也会跳街舞 他们都算是肢体灵活的来说 但莫校长是属于呢 肢体比较不协调 天然的男胸 一个教示范好了 然后其他人 我抓他们 看他们会不会 哦 好 3号 好 3号 嗯 好 等一下呢 你就这样子抓我的手 抓我的手腕就好了 3号感觉真的是手无呼吸之力耶 哇 这 这 11号要来真的就对 好 哈哈哈 感觉上是李小龙的感觉 哇 这个 请问你是真的就是被制服吗 有有有 他力量其实蛮大 接下来最期待的这一位 哎 这 哎 校长好像学了一点耶 他的动作对 就是反着人体工学反抓 那个我以前学过跆拳刀 我记得那 那时候我还参加过比赛 拿过一个亚军 校长 哪个有心机啊 莫校长 我现在终于知道莫校长 为什么走入那样子 我第二名第二名怎么样 啊 不错 那接下来选择你的心动和不心动 下先两步 首先选择的是心动 我选择心动男生是三号 是因为我看之前的节目 他有穿跆拳道服 那我对喜欢跆拳道的男生 有特别多的好感 接下来是不心动 不心动是一号 我很想知道是为了吗 因为你看起来好凶哦 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你嘉宾 比赛可以输 但气势一定不能输 我八岁就开始学开拳道了 为何是保护家人不受欺负 虽然过程中常常会跌倒 但是我还会再站起来的 之前学习舞蹈总是比别人快半拍 也常被其他人嘲笑 于是我决定学习更快的武术 踏 跆拳道 我可以接受年龄跟我一样大的男生 也可以接受年纪大我一些些的男生 这样可以给我很多意见和想法 希望像情人一样可以和我甜言蜜语 也可以像小孩一样和我撒娇 当然行为稳重思想成熟的男生 能留给我更好的印象 就像爸爸的肩膀一样 可以给我大大的安全感 成为我的依靠 陪伴着我的未来 别对情人在意见不合时 可能用猜拳处理纠结 但我和前男友总是用跆拳 解决意见不合 像他的手曾经被我踢到脱臼 我的头也曾经被他踢到脑震荡过 我想 在未来的感情里 我不会再用跆拳道对付我的男朋友了 猜拳就好 两小无猜嘛 我是英文琪 希望能在这里找到属于我的你 好了 我们再通过四个关键的信息点 来了解一下女嘉宾 A 跆拳道黑带三段 现任高中跆拳道老师 月收入两万人民币 现居台北老家山东 B 从小学习芭蕾舞 被朋友小朋友们嘲笑改学跆拳道 运动细胞发达 尤其喜欢冲浪 兼职积木老师 为小朋友相处 能让自己忘记社会的复杂和险恶 哈喽女嘉宾 你还记得我吗 我门见贡啊 我们见贡面 我们见贡面在哪里 昨天晚上 对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我昨天晚上 我停完才到那个酒店的嘛 然后在前台的时候 我看到你提的一个 应该是夜宵吧 是你吧 哦 对是我 请问他化妆前后差别很大吗 男生也存在这个问题吗 还是你当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 我当时戴着帽子 好像有一个人在柜台 有 我有印象 昨天晚上你这么晚了吗 然后你还在吃夜宵 你怎么保持你的这个火辣的身材啊 可以教一下我 游泳啊 跳舞啊 我觉得其实运动是最好的减肥方法 好的 你从小学芭蕾嘛 但被小朋友嘲笑是同龄人的小朋友 对 同年龄的小朋友 因为那时候芭蕾舞要做一个侧翻的动作 我那时候大概才四五岁 我不会翻 翻不过去 所以就被笑 笑了之后 我就跟姐姐哭诉说 我不要再练芭蕾舞了 你老家是山东 对 我爸爸是山东人 我妈是台湾人 然后我在想说你会不会讲是山东话 山东话不会 我要 11号你会吗 我不会 我只是想说 好 可是有亲切感 如果听到的话 我想请问一下 积木老师是教什么的 哦 堆积木 就是像一些幼稚园的小朋友 他们的逻辑性需要被开发 所以堆积木可以增加他们的逻辑性 是这样 运动细胞非常发达 像我左手边这两位是健身教练 他们也是运动细胞非常发达 人长得又帅 又聪明 嗯 看得出来 你觉得13号的运动细胞怎么样 应该不错的 因为看他穿那个西装 这边muscle都有出来 那个样子都有 呃 我说的是 十三 七号终于安慰了 有一个人跟你一样 所以他眼里没有存在感 好的 来 这样 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女生的情感部分 C 初恋男友是跆拳道学长 两人会用打架的方式解决问题 曾经把男友左手打脱臼 B 选择男友的硬性要求是身高超过我 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有跆拳道的精神必须能大喊 女嘉宾 那你以后还会打男朋友吗 不会 就是因为你你把他左手弄脱臼 然后这是你们的沟通方式吗 我们只要意见不合 那就是直接PK 因为他也是练跆拳的 那如果你下一任男朋友就不会跆拳道的话 就意见不合怎么办 小心哦 就沟通 我不会再打他 因为他那时候也把我踢到脑震荡 哇 对 很火爆 这个部分我觉得晚期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想很多男生听到这里会觉得非常害怕 因为你的初恋男友也是练跆拳的 对吧 跆拳道精神里面有一条是 绝对不会对不会武功的人动武 是这个意思吧 对 没错 如果对方是不会的 是不会打的对吧 对 不会 大家放心 所以各位男嘉宾请放心 所以演技说有一个人不能放心 9号 9号他也会跆拳 对 就是 所以 那你会打我吗 我要先问你会踢我吗 那个什么事情我觉得动手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最后一个 跆拳道的精神是必须能大喊 就每个用丹田喊的 上 好 先从1号开始 上 没问题吧 这个 你是说担心我们的麦吗 对啊 确定没问题 来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好 来 你就对着吧 你担心吗 还差得远吧 你是在担心你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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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 9号 你知道其他人都没基础的你有基础哦 上 上 我感觉上下一次机的感觉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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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们好可爱 我每个人都笑得很腼腻 就是说之前你说 你有跳芭蕾舞吗 对吧 然后你说因为 你怕别人嘲笑你 然后你就不跳了 然后其实我之前就是 也跳街舞 因为某一件事情 然后就不跳舞了 我跳舞的时候 是跟我的初恋女友 一起去学的跳舞 跳了很多很多年 进入社会以后就变了 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就没有再跳舞了 我想 今天为你跳一段舞蹈 我觉得他今天这一舞 应该就有很深的意义吧 好厉害哦 看起来今天三号呢 是真的把他很久没跳的舞蹈 很有意义的献出来哦 可是我突然想到一个 比较现实的问题 因为呢 晚期有一个硬性的男友要求 是身高要超过你 三号显然今天是非常热情洋溢的 但是三号的身高有超过晚期吗 你身高多高 身高一米七六 我也一米七六 所以OK 这样可以吗 对 进高跟我一样高可以 哇 好的 那谢谢三号 谢谢 三号为我跳舞的时候 我还蛮感动的 因为他说 他因为初恋不在跳舞 可是他今天在这个舞台为我跳舞 我真的还蛮感动的 好了 那接下来呢 进入你的私密问答时间 你会跟狗亲嘴吗 如果特别喜欢的话 应该会 自己养的狗应该会 你对女生说过最大声的话是什么 最大声的话 好像没有吧 你真的不介意身高问题吗 只要我脱了鞋子平高就好 时间到 接下来到了男生们先选择的时间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请选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請三喔 十號 不過兩個男生的印象其實都蠻好的 沒有想到他們兩個都會為我轉身 還蠻驚訝的 其實你剛出來之前的時候 我聽你在外面對話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你有點 我覺得這個女生還蠻奇怪的 但之後你自我剪輯自己的時候 我覺得我跟你好像還蠻合的 然後我覺得我們兩個有一個chemistry 有一個connection 然後我願意就是去和你一起做戶外活動 因為這是我最愛的事情 這個事情我覺得在你人生上也很重要 但是對我來說也蠻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跟一個喜歡的女孩一起去做 謝謝 感覺你很真誠 而且我喜歡就是一起去戶外運動的男生 但是不能接受的一點是 你的肌肉線條太發達了 很像菠蘿麵包 我會想要吃 我覺得我們可以當很好的朋友 就很好的朋友 與其讓你在我懷中枯萎 寧願你犯錯後悔 讓你飛上夢中的世界 讓我獨自傷悲 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我真的發現就是 遇到自己喜歡的人 就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你喜歡的東西 你喜歡的事情 我都可以跟你一起去做 因為我覺得 喜歡一個人可以 什麼都為他改變 然後 我希望你能 有空就能叫我泰拳刀 我上一期節目有穿刀服嗎 然後這一期我沒有穿 然後我還拿著這個 我希望能讓他 把我跟我的另一半 在一起 綁在一起 能教我一輩子的跆拳道 這一生的事 那我伴乎你 就順便是結成 baby 等你的手 胡志勇 之前為晚吉 跳了他成風已久的舞蹈 晚吉表示很感動 那麼 他會答應志勇嗎 我希望能讓他 把我跟我的另一半 綁在一起 能教我一輩子的跆拳道 你 你 好 好 我 滿, 好 你 沒 还有我觉得你很在意一点的是身高 反正是不是刚刚你一直问我这个问题 曾经有人这样想 但我们都听到了 这个时候我必须还要再说一件事 电视机前的歌我应该都知道 线条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之前有写星的男生 那个男生的号码 三号 或者有来边 我有近距离看 他的眼睛也非常喜欢 我非常的清楚 我觉得有一双清澈眼睛的男生 内心一定也很清澈 谢谢你们两位在这里 送上我们的祝福可以获得 由中文人网航公司提供了广州 自能资的往返金贸两张 谢谢约会网的大力支持 祝福你们 所以说人生的相遇的时候 很奇妙 当你不知道那个人 什么时候出现的时候 他可能突然间就出现了 不是两年 也不是两个月 可能也就是两个星期 即将出场的是来自重庆的周园 他来非常完美 寻找人生唯一的梦想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周园 朋友们都叫我大爷 因为我有一双大大的眼睛 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的女生 我喜欢简单快乐的生活 这也是为你给他找来 对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加油 尤其嘉宾 哇 哇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周园 我今年24岁 我来自重庆 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 喜欢简单生活的女生 平时朋友们都叫我大爷 我虽然没有特别好的身材 没有特别漂亮的五官 然后平时也挺二的 但我挺喜欢这样的自己 你可以说我很胖 但你不可以在我晚上饿的时候 不允许我吃东西 8号 我觉得他身材很好 你可以说我哭点很低 但你不可以在我哭的时候 不给我低纸巾 纸巾小王子之一的12号转了 你可以说我说话很搞笑 但你不可以说我很二 你们都给我胖 那我唱一首歌 好但是我但是你这样唱会太辛苦吗 要不先拿下来 好好好 3 2 1 You are my beautiful girl Beautiful girl 相信你的你们 别再为她心碎 爱情世界总会有些不完美 使她不动真心 特不提醒自己 下一站灯总会亮起 幸福断了后续 指引太过轻易 有些事必放手更需要荣誉 如果原谅对方就想 原谅你自己 这些我总就想说给你听 我知道再没有回应 我知道再没有回应 那是错怪了爱情 是我们太年轻 我再没有你的世界旅行 习惯依然走走停停 现在想知道你 那边是不是 是遇过天行 好那现在请没有转身的转过来 有没有分享 有因为我觉得台上有两位 就特别有缘 第一位 第一位是那个八号姚伟涛 他是我唱八的好朋友 还有一个是那个四号 我跟他是半个老乡吧 听说他们俩唱歌都挺好听的 然后我想叫他们两个唱一首歌 今天你要嫁给我 好 春月的花开 带走冬天的气寒 被风吹来意外的爱情 鸟儿的高歌忽然充满意义 我就在此刻突然微笑 听我说手牵手 跟我一起走 创造迷雇的生活 从退来过去 明天也追过去 今天你要嫁给我 只要听唱歌 不管是 那就谢谢四号八号 那接下来选择你的心动和不心动 下车两个 首先选择的是心动 接下来是不心动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圆圆 我小时候学跳舞 但是我发现我真的没有舞蹈天分 那就学小提琴吧 但我又担心学久了会不会变成蛙脖子 就觉得吧 唱歌还比较简单 也是要唱就得唱得跟他一样 但是后来我觉得整天多乱咪的也没有意思 就没在学了 就算对我说话也温暖 我爸点特别低 看着那些比较惨的事情 我就会忍不住哭起来 我爸还很胆小 偏偏四川还总是 你再来了 我自己觉得吧 我就是一个又来 都没有什么大追求的女生 我就喜欢简简单单的过自己的小日子 是不是又对我很无语了呀 我们再看一下 一个关键的信息 A 网店店主月收入两万 妈妈会关注自己所有的社交网络工具 B 说话直接性格爽快 对喜欢的人特别大方 喜欢抢着买单 说你没有存款 你是没有这个习惯吗 对 一直都没有这个习惯 我就是那种钱放在身上 我就觉得不舒服 我就 就喜欢出去就买点东西 就一定要花光 差不多吧 可能 那你 喜欢抢着买单 人家会说你傻吗 因为 我也是喜欢抢着买单 然后也有朋友就说 很傻 我跟你出去一两次 如果我觉得你是那种 就是说 每次朋友买单 你从不买单那种人 那我不会跟他在 就来往那种朋友 每位重庆老乡说一句话 我觉得重庆的女生 骨子里边会 对自己喜欢的人 然后对自己觉得可信的人 会显得特别大方 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有什么 就是会很没面子 或者怎样 来了解一下她的情感部分 C 谈过三段感情 觉得谈恋爱必须一见钟情 坚决不会暗恋 将来就想做全职太太 其实你身材很好 其实你一点都不胖 我想知道说 你的一见钟情是 一次一个 还是一见钟情 一次可以好几个 就一个 我特别专一的那种 不会就是 一会喜欢这个 一会喜欢那个 不会的 第三段感情一面 带给你最深刻的是 第三段 是什么 什么样的事情 让你觉得很深刻 就对我特别好呀 然后 就就很好 没有什么特别的 哪一件事情 就他给我的感觉就是 就是好呀 那你是属于这种 要外报协会的吗 不是 我一点都不喜欢那种 特别特别帅的那种 我喜欢成熟一点 稳重一点的 那你说一见 一见钟情一般都是 你是看到 这个男生的哪一点 你懂一见钟情的意思吗 我懂 就是 我一见到他 我就好喜欢呀 就 喜欢就是喜欢 讲不出来 哪一点吧 我觉得 就看见就挺喜欢的 那你觉得 十一号怎么样 挺好 喜欢吗 喜欢呀 好 喜欢吗 挺喜欢 今天场上还有其他挺喜欢的对象吗 说实话没有 啊 那 这么直接啊 就好明显的感觉 你确定你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吗 对 你多大了 二十四啊 这个韩老师 叫你表情 这是什么意思 挺 二十四岁还这么单纯 挺好的 我觉得我也不算什么单不单纯 我是比较喜欢 简简单单生活的那种 就是可能有些很多东西 我也懂 但我不喜欢太复杂的生活 一见钟情 你最先感受到的是 你异性的 面孔 还是 还是一些别的东西 所以就具体了吗 我觉得说实话 一见钟情 那肯定是 看见他 外表吧 不可能第一眼看见他 我就 很了解他 他类型或者是什么 就是感觉 可能跟他说了几句话 或者看着他 呃 外表就比较喜欢 我提点不一样的感觉 能够被称之为爱情的 一定就是第一眼的电光火石 他有人在说说 非常完美 到底真实在哪里 我们因为男女嘉宾 外形的优质 给一见钟情 尤其是这样很快餐的 相亲的舞台 其实是增加了很多化学的部分的 而这部分其实是非常真实的 接下来的时间 留给你的男嘉宾 近距离的交流一下 进入周园私密问答 你好 你好 你喜欢俄罗斯的女孩吗 我喜欢 那你还喜欢上次那个俄罗斯的女孩吗 上次 他拒绝我了所以 就不喜欢了对吗 也放弃了对 啊好 没有没有问题了 我 天呐 这个问这个时间用的也太短了吧 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答案了 是吧 对 对于周园 你们会有怎样的决定呢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请选择 请选择 我不会来 最后呢 最后可以 过来的 对于周园 游是 有心 想要 李 圆圆要不要继续告白 当然要 我可以先唱首歌吗 才不孤单 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 有你的身旁 11号 赵瑞琳 我对你一见钟情 一见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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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之前 我知道你是在美国长大的 我准备了一首英文诗想 在台上 练给你听 但 我练了很久 还是练不好 所以你可非练给我听 it would have to be with you 你直接闭上眼睛吗 女生之前就明确表示 是为了十一号他的 当十一号 为他读了英文诗之后 他还会给十一号 什么样的惊喜呢 非常完美 欢迎您回来 好啊 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你让我很健康 你让我很健康 我还愿意的 是你容忍 你写一首情歌 你让我浪漫的过法 你也轻轻的如何 你却见你和我们的选择 是你让我的世界 怎么可变成粉红色 心里让我的心 只知道这要你配合 还有清醒来雕刻 我是米开龙基罗 你先刻画最幸福的风格 我可以握着你的手吗 我从小是一个没有特别大的梦想的女孩子 然后我在电视上看见你过后 我觉得你就是我现在最大的梦想 你可以让我把这个梦想实现 当初睁开眼的时候 然后看到我的海报 这辈子很懂 其实真的蛮感动的 你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 你不用对自己没有自信 你一点都无怕 谢谢 但是很抱歉 我真的需要跟你讲说 我对你可能没有到意见中情的感觉 我先穿了洞 裂了风 预备迎接一个梦 OK 碰 遮住痛 要把苍白都填充 勇气惶恐 我要用那一种 面对它 一百零一风 是梦 你记得你本来 一直都会存在 没有你来听不上 你知道我依赖 多巴掌声感 我都不存在 因为我们编导告诉我 这封信 因为本来是他想念 但是后来还是让你念了 因为这封信 我知道你一定是读的英文的部分 听说这个信上面还有 还有中文的部分 是吧 但你肯定不知道 那个中文一定不是解释那首诗的意思 那个中文上面都是什么 对来旁边 10号帮忙一下 你把那个中文念出来 就是英语的 他把它写成 中文的 对 土音 对对对 用中文字把英语的发音给标注出来了 但最终你还是没有在现场完成这个心愿 但是但没关系 心意我们都感受到 心里奋斗花生 说说不出来 那在这里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来欢送 圆圆 可是我会开始想念你 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 我跨越这七日子 就是这一道 可惡